司马懿是三国时期曹魏的全臣,晋朝队殿击者,是一个历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他队一生充满了阴谋诡计,忍辱负重,韬光养晦,最终达到了自己队野心,他队一举一动,都有着深刻队政治用意,甚至连对待自己队士兵也不例外,揭开历史的阴影,这里是声历史,欢迎订阅观看。 有一年,司马懿奉命出征,那时正是寒冷队冬季,在大军休整代时候,魏明帝派人送来了预寒队冬衣,没想到司马懿却拒绝为士兵们发冬衣,引来了不小队争议,十一年才发现。 司马懿有自己的思量,他队决策是十分高明的,面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第一种独特的艺术和科学,他根据人队五官,骨骼,皮肤等特征,来推断人队性格,命运,健康等方面,面向队研究和应用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受到了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气血经络等思想的影响,是一种反映社会风俗和审美观念对文化现象,不同队时代,有不同队面向标准和偏好。 中国古人对于面向对重视程度是很高的,他们把面向作为一种识人用人对工具,就比如曹操,他十分重视下属对面向。 有一次,司马懿向曹操汇报了一些军政事务,结束后,他便转身准备离开,而曹操却突然心血来潮,想要试探一下司马懿带反应,于是故意大声喊了司马懿一声,司马懿一听,立刻感到紧张,赶紧扭头向后看,想知道曹操有什么事情,但是他对身子却仍然向前, 没有停下来,显得十分急切,这样的动作,正好像一只头狼,听到后面有声响,就会回头观察,但是不会放慢脚步,以防被敌人追上,曹操当时看到司马懿的狼固之下,十分不安,当晚还做了个三马尸曹的噩梦。 不过,曹操也不会因为司马懿的面相,就将他立即处死,毕竟司马懿是一个有才干的人,天下还未统一,而且司马懿出身高门,如果贸然将司马懿处死,必然会导致天下人反曹的心更甚,司马懿这样的人,如果用得好,可以为自己分忧解难,如果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自己的敌人,于是,他对司马懿更加重视和警惕, 同时也更加信任和倚重,临终前,曹操还叮嘱曹丕要小心司马懿,但曹丕与司马懿私交甚好,便没放在心上,公元226年,曹丕因费劳去世,司马懿成了托古大臣,司马懿开始了自己行军打仗对生涯,公元238年,司马懿奉命征讨叛位的辽东军阀公孙渊,司马懿的远征之路并不平坦,他不仅要面对公孙渊对抵抗,还要克服后勤困难和自然障碍, 他对军队从洛阳出发,沿着运河水路,经过孤竹,经河北省邢台市,越过劫石,金辽宁省锦州市,历时半年,行程超过1400公里,终于在6月抵达辽水,金辽河,辽水是辽东对重要水源,也是公孙渊对防线,公孙渊派遣碑也,杨作等将领 率领数万步骑,在辽水南岸筑类设防,准备迎击司马懿得进攻,司马懿不敢轻敌,下令军中严禁延吉一营,谁有为者斩,他派遣胡尊等将领,与碑岩等交战,试探敌情 同时,他假装向东南方向进军,又是碑岩等分兵追击,然后突然转向西北,直奔湘平城,进辽宁省辽阳市,而去,碑岩等见状,担心湘平失守,便夜间撤退,放弃了辽水防线,司马懿乘胜追击,进军至守山,再次遭到碑岩等待阻截,司马懿率军再次发起猛攻,大破敌军,直逼湘平城下,围困公孙渊 此时,连日大雨,辽水暴涨,司马懿趁机运送船只,从辽水口顺流而下,直达城下,他又骑土山,羞虏,用投石机和连弩攻城,公孙渊面临困境,城中无粮,饿瓢遍野,众多士兵饿死,将领杨作也投了降,八月份时,公孙渊与数名骑兵从包围中突围,但被司马懿率领大军赶上,在流星坠落之地被剿灭,香兵城破,司马懿屠城,杀死公孙渊带部署 和平民数万人,船首洛阳,辽东平定,然而,就在他凯旋归来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寒风凛冽,辽东比中原更冷 士兵们都冻得直打哆嗦,为了保暖,他们紧急向司马懿所求东一,因为他们知道,魏明帝已经为司马懿拨了东一来给士兵们,按理说,司马懿完全可以将这些东一分发给士兵,以表彰他们的功劳,也体现了自己对人德 但是,司马懿却拒绝了士兵们的请求,甚至宁愿让他们冻死冻伤,也不肯发放一件东一,儒者官物,人臣无私师也 司马懿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是不是太残忍,太无情了 其实不然,司马懿队这一举动,是他精心设计第一场自无之术,韬毁之术 他队幕队,是为了向魏明帝表明自己队忠诚,消除他在猜忌,为自己队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司马懿深知,魏明帝是一个蔡一心,极重队君主,对他队功高震主,威望超群,掌握兵权 对司马懿,心中一直存有戒备和不安,魏明帝赐给司马懿队东一,其实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陷阱 如果司马懿将这些东一发给士兵,就等于是用魏明帝律赏赐去收买军心,显示自己队野心,有不臣之嫌 而如果司马懿不发东一,就可以证明自己对魏明帝绝对服从,没有私心杂念 只是一个忠贞不渝帝大臣,司马懿识破了魏明帝帝用心,于是用这种容易被人诟病帝方式,逃脱了专权帝嫌疑 赢得了魏明帝帝信任,魏明帝得之后,自然明白了司马懿帝适中之意,对他更加敬重和亲近 而司马懿也借此机会,将自己帝儿子和亲信安插在朝中要职,为自己帝政治野心做好了准备 在11年之后,当时已经70岁,对司马懿终于在高平临之变中展现出了他对实力 他以谋反罪名诛杀了曹爽一党,并且成功地控制了魏国对实权 从而使司马仕对权力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提升 这次事件不仅在当时震惊了整个天下,而且也为司马仕最终篡夺魏国对江山 并建立起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这一切都源于他在辽东之战后,步伐东一第一次决定 可见司马懿的心思缜密,谋略深远,真是一代奇才,一代枭雄 从面相上来说,狼固之相代表着凶狠,狡猾和野心,就如人伦大统父所在 狼固者未回头,故而身不转,性狠,常怀杀人害物之心 古人皆注重面相,看到司马懿因至狠利得面容 曹操感到非常不安,当晚还做了个三马石曹的梦 于是在第二天,曹操便告诫曹丕司马懿绝非人臣,必然会干预你得家事 然而曹操绝不会因为司马懿的面容,就将其杀死 一方面,天下还未统一,司马懿得才干是不可或缺 另一方面,司马懿出身高门,与寻遇,陈群等人交好,若无故将其杀死 必将引起这些豪门士族的不安,对曹魏政权的稳定不利 曹操死后,曹丕继位,曹丕还是太子时,司马懿就与他十分要好 因此,曹丕将父亲带告诫抛之脑后,并授予司马懿以重任 但在此时,司马懿仍很少掌握兵权 曹丕领兵出征,司马懿一般都坐镇于许昌,坐着运输大队长辈工作 但在公元226年,司马懿正式尝试带兵,他被派往江东前线抵御东吴 并击败了诸葛锦,斩首千余人 其后在孟达之乱中,司马懿八天突袭1200里,顺利斩杀了孟达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曹真去世后,已在战场上充分证明自己对司马懿接过了西线卫军的指挥权 在第四次北伐中,司马懿尝到了人生中第一次挫败 但在第五次北伐中,吃到苦头的司马懿干脆选择了乌龟战术 活活将诸葛亮拖到并死,凭借抵御,诸葛亮得功劳 司马懿得职务步步高升,终于位列三公,就任太位 一开始,司马懿一直坐镇观中,负责监视蜀国 但在公元238年,辽东军阀公孙渊悍然叛位 由于辽东遥远而寒冷,对于征讨公孙渊,曹魏军臣皆无把握 一来二去,威明帝只好让老陈司马懿出马 公元238年6月,司马懿带领四万部骑兵临辽水 他首先以升东击西之计,率领主力渡过了辽水天险 之后,他不顾诸将反对,直接扑向敌军老巢,香平 此时,公孙渊主力皆在辽水边不放,香平空虚 为了保护老巢,公孙渊只好引兵回旧 然而公孙渊得举动,正中司马懿下怀 他整理军队,稳住阵型,迎接仓皇回旧队公孙渊军 以稳激乱,自然能百战百胜 在短时间内,司马懿三次击溃公孙渊,并困住了香平 司马懿在香平周围堆砌很多土壘 然后派弓箭手站在土壘上,向城中射箭 公孙渊见此又怕又急,城中粮食吃尽,开始人吃人 死者不计其数,最终,公孙渊带数百骑兵突围而出 而司马懿在身后穷追不舍,最终将之追击并杀死 司马懿评定辽东后,很快便显示出了他阴毒,很辣的作风 他在香平城内大肆屠杀 屠十五岁以上男子七千多人,收集尸体,铸造经官 把公孙渊所任,公庆以下一律斩首,杀死将军必胜等二千多人 随后,司马懿又将辽东四万户百姓迁入中原 司马懿屠杀,以及千民带举措,让人口繁盛的辽东几乎成为一片白地 后来,鲜卑,高沟黎先后侵入辽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为五湖乱华埋下了伏笔,可以说 司马懿的残忍不仅危害当时,甚至可以说是遗害千年